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山西人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山西煤矿现在比香波波还要香波波 我们小区有两个开小型煤矿的煤老板 他们告诉我 去年一吨动力煤的价格 顶破天就是600元 这还是大型煤矿的价格 小煤矿为了出货 还得再降50元左右 但今年不一样 今年一吨动力煤的价格 最低在1000元以上 10月19号 甚至涨到了1980元每吨 而且供不应求 几十辆卡车24小时 守候在他们的煤矿跟前 只要出煤就拉走 根本不愁销量 就是在煤炭这么紧俏的行情之下 山西和14个省份 签订了煤炭保供协议 你知道我们山西的大型煤矿 保供其他省份的价格是多少吗 我告诉你们 每吨450元 同志们 冬天马上就要来了 这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这才是真正的全国一盘鞋 我不是向大家炫耀 我们山西有多么的十大体 顾大决 但作为一个山西人 我真的特别骄傲 我来给大家对比一下 同样是面对能源危机 印度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 首先 印度的电力结构和中国很相似 75%的电力是火电 主要依靠煤电厂供应 今年的第二波疫情得到控制以后 中国和印度都在加班加点的回复生产 对电力的需求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两个火力发电大国 自然对动力煤的价格尤其关心 但这个世界往往就是这么神奇 你怕什么 它就会来什么 10月初的一场能源危机席卷了全球 缺煤 缺油 缺气的悲惨故事 在欧亚非大陆上循环上演 中国有西北几个煤炭大省提供保障 在全国一盘鞋 限电限产的政策下稳步推进 基本上保证了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安全 可印度就惨了 如果我所料不错 莫迪同志是要让印度人 用物理防御硬扛这个冬天的魔法伤害了 我这么说 可是有根据的 根据CNN的报道 进入10月份之后 印度北部各邦 每天都会停电14个小时 这还是在城镇中心 一些偏远的乡镇 干脆直接没电 因为光是10月的第一周 印度电力缺口 就达到了全年总缺口的11.2% 是去年同期的21倍以上 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 10月12日 印度的金融中心孟买 及其周边地区 遭遇了大范围的停电 交通信号灯停运 公共交通 铁路运营基本瘫痪 乘客滞留咱就不说了 关键是金融系统的停滞 给印度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金融损失 连如此重要地区的用电安全 都无法得到保障 足见印度电网 真的已经濒临极限 捉襟见肘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 目前印度各大火电厂 已经面临无煤可用的窘境 其国内的135家 主要燃煤电厂中 有112家 只剩下不到一周的存量 超过70家不足三天 有16家甚至已经断供 其国内最大的自产煤供应商 印度煤炭有限公司 尽管每年能提供5亿吨自产煤 却仍然无法满足冬季旺盛的煤炭需求 而且这个印度煤炭公司鬼得很 尽管它给国内的煤炭价格 比国际上要低 但仍然在800元每吨左右 一些穷帮根本买不起 再加上雨季来临 暴雨的袭击 使得印度最大的煤炭产区 和附近的道路都被淹没 生产和运输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往年遇到这种情况 印度肯定会加大煤炭的进口量 但今年的煤炭在国际市场上 已经成为了稀缺产品 澳洲煤 印尼煤 和南非煤的离安价格 同比涨幅继续扩大 分别上涨了 171% 255% 和189%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进口煤炭为国内发电 绝对是亏本的买卖 印度的企业当然不会干 不但不会干 而且还会主动降低煤炭的进口量 比如今年的8月份 印度煤炭的进口量 仅为859万吨 同比下降了22.5% 今年的10月份 印度主要煤炭进口方的公司官网上 也没有显示本月的新招标货物 这就意味着 印度的煤电厂 在煤炭耗尽之后 其国内断电的地方 肯定会越来越多 居民用电得不到保障 咱就不说了 这是莫迪同志的老技能了 印度人也早就习惯了 随时随地的停电 断网 反正他们都很平和 很懂得什么叫做逆来顺受 这都很好搞定 但是电厂的停产 势必会影响整个印度的工业生产 这里面的问题可就大了去了 众所周知 莫迪的野心很大 他给印度制造提出的要求是 十年之内赶上中国制造 二十年之内取代中国制造 为了实现这个宏大的战略目标 莫迪甚至一度逼迫特斯拉前去印度建厂 理由无非就是 印度的人工便宜 印度的电力便宜 印度的市场庞大等等 可是人家马斯克就是不上他的当 淡淡地回讽了一句 我们也想这样做 但是印度的进口税 是世界上所有大国中最高的 印度人的购买力 又是世界上所有大国中最低的 Sorry 这样的国家 我们暂时不考虑 马斯克的清醒 让他成功躲避掉了印度这个大坑 因为印度的电力危机 确实严重影响到了工业生产 本来印度煤炭公司 每天装运的煤炭中 拥有24%到26% 是用来供应水泥 铝 钢铁等非电力行业的 但进入9月份以后 印度煤炭公司 对这些行业的供应链 直接减少了一半 这导致印度旅业公司 印度经得了钢铁电力公司 经得了西南钢铁公司 等大型企业 直接减产40%以上 严重的亏损 导致了大规模的外资撤离 比如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 就宣布撤出印度生产线 这个决定 直接迫使4000名员工下岗 引起了印度工人的集体抗议 顺便引发了 能源危机之下 新一轮的社会矛盾 整体逻辑是这样的 跌离短缺 导致公司减产 减产导致公司严重亏损 亏损之后 不得不裁员 裁员之后 工人集体抗议 抗议之中 外资坚持不住 选择撤离 撤离之后 再次导致新的工人失业 之后工人们再闹腾 整个社会 因为没有合理处理危机 而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恶性循环 这就是印度目前的现状 无论你的人工再怎么便宜 无论你的政策再怎么优惠 关键时刻 你连正常生产都保障不了 那外资 为什么要选择在印度投资建厂 人家外国资本家 又不是傻子 所以说 莫迪若想实现 印度制造业的崛起 他也必须学会 中国的大国战略 也就是所谓的 全国一盘鞋 印度各邦之中 尤其是煤炭大邦 必须拥有我们山西这样 无私奉献 雪中送炭的精神 这样才能切实保障 印度的工业用电 否则印度想要靠制造业崛起 将会是21世纪 最大的世纪笑话 大家知道吗 今年的冬天 北半球将会形成拉尼纳事件 这就意味着 今年的冬天会异常寒冷 异常漫长 你看 马上就到11月15号了 我们灵魂的集体供暖 就要开始了 我可以躲在家中温暖的被窝里 打开物饭游戏厅 随便找几个小游戏 美美的玩它好几个小时 这里面有好多单机游戏 和模拟器游戏 能保障我30天不重样 每天都有新鲜感 大家点击嘴下角的链接 就可以体验到我的快乐了 但是这份快乐 印度人恐怕是体验不到了 按照印度煤炭公司的尿性 在冬季供暖的高峰期 能源消费再盘新高的时候 他们极有可能 会再次提高煤炭的价格 更多的印度老百姓 将会度过一个终身难忘的寒冬 不仅仅是印度 我认为全球的能源危机 还会再次拉高全球的能源价格 并且挤压全球的供应链 毕竟天下乌鸦一般黑 资本家可不会因为可怜你 而和你签订什么赔本的保供协议 所以放眼全世界 你就会发现 咱们中国是真地好 煤炭保供协议 保障了老百姓的安居乐业 保障了工业生产的稳定性 仅凭这两点我们就比印度强上百倍 更加重要的是 一个有决心走向共同富裕的国家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它没有资本控制的逐利性 它能保障弱势群体的抗风险能力 而那些在资本眼中的弱势群体 反过来也保障了 这个国家平稳向前发展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心循环 最终大家一起走向强大 这才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终极模式 一个完全不同于 美国这种超级资本强国的终极模式 大家认为是不是这样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